来告诉您 因为最近三年的物价累积涨幅已经超过了3% 达到了综合所得税的减税门槛 主技处在今天公布已经确定明年要减税了 从后年5月份的时候报税就要开始试用 包括像是一般的免税额要调高到8万5以上 标准的扣除额单身调高2000块变成了78000以上 而已婚的人调高5000块等于是15万7000 薪资扣除额还有身杖的扣除额也都调高 另外已经两年没有动的课税集聚也要一并的来调整 算一算会有540万户受贿 而预估在月底之前就会宣布这个最新消息